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过去的一年台湾算是很平安 但是在世界各地像美国像日本像新加坡 还有最近很严重的印度 其实有很多人都因为这样失去生命 或者是健康受到影响 所以熊爸爸提醒大家 在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开始前 一定要记得请洗手戴口罩 然后没事就待在家里 先不要去玩也不要跑到公共场合 太多人的地方等到疫情控制住了 再好好想想看要去哪里玩吧 那如果你真的很无聊 可以多听熊爸爸的故事 熊爸爸也会想办法多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给大家听 让大家在家里的时候 比较不会觉得那么的没有事情做 好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 熊爸爸想跟大家讲一个科学的小尝试 因为熊爸爸家里有两只熊熊 一熊跟二熊 一熊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会问熊爸爸说 爸爸天空那个白色的云是怎么样来的 所以熊爸爸就跟他讲了云是怎么来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又接着问说 那为什么会下云呢 于是熊爸爸又讲完之后觉得 这个应该是有很多小朋友都有想过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讲啰 好要开始讲云的星辰之前呢 我们要先看到我们天空有另外一个很亮很热的主角 叫做谁 哦小朋友马上就想到了哦 是太阳对不对 太阳啊是一个离我们地球很远很远很远的超级无敌 大大大大大大火球 它表面的温度非常的高 有几千度呢 甚至会到一万度哦 哦像最近啊大家在讲新冠肺炎只要发烧大概就是三十七三十八度嘛 那一万度是怎么样啊 天啊这是全世界所有的金属都会融化的温度啊 想起来就蛮可怕的 但是还好啊 太阳这个大火球离我们很远 虽然我们现在白天走在外面晒到 太阳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很热 但是至少不会发生生命危险啦 那太阳每天照在地球上啊 我们水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对就是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海洋哦 海洋里面有超级无敌多的水 那水呢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物质 如果你用很小小小精灵的世界去看的话 其实水啊里面是有很多小小的水分子所形成的哦 那当太阳光一直照射在海洋或者湖泊跟河川的这些水面的时候 这些热会把聚在一起的这些水分子让它们分开 分开之后呢 在海洋表面的水分子就会轻轻的飘起来 变成超小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水蒸气 飘飘飘飘飘往上飘 飘到哪里呢 飘到很高的空中 那当这些水蒸气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们就会聚在一起 水分子是喜欢聚在一起的东西哦 聚在一起之后就在空中变成一朵一朵像棉花一样的白云啦 一熊又问熊爸爸说 那如果太多云怎么办 当然太多云聚在一起叠在一起 它的颜色就会变深 就会慢慢的变成黑色或灰色的乌云哦 那当水分子越来越多的水蒸气越来越多之后 水分子就会开始连在一起 变成小小小的水滴 那当小小小的水滴又连在一起 会变中中中的水滴 再连在一起变大大大的水滴 越来越重之后 就会变成雨掉下来到地上啦 所以有没有很有趣 这些掉到地上的雨 不管是流进水沟 流进河里 最后再流回海洋里面 你看一个水分子 就是可以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让我们来使用哦 很有趣吧 好 那我们下次可以再分享一些不一样的科学小故事 我们要进入今天故事的重点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是跟三只动物有关哦 三只动物 我们之前讲过什么 三只小猪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三只小猪 我们今天只有讲到一只小猪 哎呦 那另外两只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赶快来听看看吧 小猪船长 有一天 老三羊和老火鸡 带着小猪到蓝湖边玩哦 蓝色的湖边玩 他们看到一艘红色的小船 我要坐船 小猪高兴地跳着说 火鸡不能坐船 然后火鸡说 咩咩 三羊也不可以 老三羊说 不过 小猪还是爬上了船 于是啊 火鸡跟三羊 只好跟着爬上船 他们就在蓝湖上 划起船来咯 我要钓鲸鱼 小猪说 蓝湖里面没有鲸鱼啦 老火鸡连忙说 说不定会有一株 很小的鲸鱼哦 嘿嘿嘿 于是啊 老三羊在船桨上绑了一条线 让小猪钓看看 到底有没有鲸鱼呢 钓了半天 小猪没有钓到鲸鱼 他只钓到了一只 旧靴子 看起来还好好的 应该可以穿吧 而且啊 靴子里面 感觉可以藏很多东西哦 我要划船 小猪说 你太小 还不会划啦咕咕咕 老火鸡不同意 可以啊 你当然可以划咩 老三羊说 但是小猪啊 一次只能握一只船桨 因为他太小了 手太短了 所以当他一划 船就只能不停地打转 不停地打转 不停地打转 在原地绕来绕去 让大家头都快晕了 不过这可是小猪自己划的哟 我是船长指挥官 小猪说 老火鸡这时一直点头 不过他好像是在打瞌睡 对啊 小猪船长 老三羊说 你是这艘船的船长 可是我累得划不动了 小猪又说 我就知道你会累 咕咕咕咕咕 老火鸡这个时候醒过来说 就让船自己飘吧 老三羊这时困得打哈欠说 但是 你还是要握着船桨哦 不然啊 船会到处乱飘 很危险的 当月亮升起 小船穿过芦苇 向岸边慢慢飘去 小猪好像有在驾驶船 然后 小猪好像 没有在驾船了 因为啊 他抱着靴子 沉沉的睡着了 这艘船 好像 自己在行驶耶 嗯 嘿嘿 该换我接手掌舵了 老三羊探口气说 他把熟睡的小猪移开 然后把船桨拿过来 当老三羊靠岸边的时候 他想要把缆神 套上码头的木桩 可以固定船时 船向一边摇晃 接着又向另外一边摇晃 越晃越大 越晃越大 然后 不动 不动 糟糕了 老火鸡掉进水里了 老火鸡气急败坏地叫着 全身湿透了 噓 我不要吵醒我们的小猪船长阿妹 老三羊提醒火鸡 他们一路上抱着小猪回家 用小毯子 把它裹得又舒服又暖和 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到他的床上 小猪睡得好香好甜哦 还做了一个梦呢 梦见他和好朋友在蓝湖的小船上 过了快乐的一天 这一天 他是小猪船长 Captain Pig 好啦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 大家对小猪船长的故事 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嗯 划船啊 是一个很困难的运动啊 熊爸爸以前好像有试着划过 但是不是像真的船长那一种啊 因为熊爸爸以前住在乡下 所以啊 我们在乡下 有一些邻居 或者是熊爸爸的阿公阿嬷 他们养鱼的时候 会有一种塑胶管子做成的小船 这个塑胶管子做成的船啊 它看起来是非常的简单的 所以我们只能拿一个长长的竹竿 去推这个鱼温 鱼塘底下的泥土 让它前进 跟用船长挖船不太一样 但是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啊 只是现在想起来啊 如果当时不小心 噗咚掉进水里 可能也会吃大大 可能也会很危险吧 但是熊爸爸觉得 我们可以多尝试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会让生活过得更有趣 好 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最近疫情还是很严重 大家没事 还是不要乱跑 多看看故事 多在家里画画 然后啊 注意好安全 跟防疫哦 好 我们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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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